就是这个人 他现在是穿着一双毛鞋 推着一辆单车黄色上衣 然后再走过来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他是这附近的 如果是远处的话 我觉得他不应该穿着个拖鞋出来的 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他口袋里面其实还有一个 那种红色的胸围在这里面 我觉得这种人实在是超恶心的 不是一般的恶心 而且还那么年轻 然后这几年实在是给偷的 里面总觉得有阴影一样了 一摔衣服就觉得 老师每天要跑出来看一下 那也还在不着 因为我家里面有我妈 有我有我妹 还有我弟 我弟的女朋友那些 也有经常住在这里的 反正我觉得两三百个是最少的 那你有没有算过 大概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损失呢 我自己有初步去算过 我觉得最少都有一两一到一万块到两万块钱 我心里有没有啊 不是